同修梦到自己跪在佛台前祈求往生 他做梦 想让菩萨把自己接到极乐世界去 这时突然看到另一个同修也在跪在佛台前 意念里知道他也在祈求往生 这时做梦的同修看到了观世音菩萨来了 那位同修接到了极乐世界去了 梦里菩萨居然把那位同修的肉身带上去了 做梦的同修只看到了背影 也不知道是谁 然后有一个意念告诉同修好好修行 很多同修都已经被观世音菩萨接到极乐世界去了 请问师父这是真的吗 当然了境界呀 境界已经接到高境界了 境界已经到了天上了 到了大菩萨这里了 那师父之前说肉身是上不去的 只有灵魂才去极乐世界 那梦里这些同修的肉身也被接上去了 是什么意思呢师父 肉身接上去实际上也是个虚幻之声呀 也是个虚幻的肉身呀 哪有真的肉身啊 真的肉身接得上去啊 对对 接不上去 那你想想看你 你比方说你虚幻的之声上去 要不要有一个虚幻的肉身了 有有有的 有的有的 你看到的是不是它就像肉身一样的身体了 对对对 那是不是虚幻之声了 是的是的 明白了 这还不明白 明白明白 那意念里好多同修都被接去极乐世界 是指的是这些同修目前有资格回去了吗 师父 对了 这个是肯定的 回答是肯定的 有资格回去了 我告诉你 一千多万信众 我告诉你 里边不知道有多少人修得很好的 人家根本不出来跟你们搞来搞去 人家在家里修 自修很多人已经 师父 知道已经很多人已经修成罗汉果了 已经 哦 这么厉害 阿罗汉 很厉害的 人家根本不出来跟你们搞在一起 人家就在家里清修 修得特别好 对对对 明白明白明白 搞什么东西 那师父 他们回去有时间 那个权限吗 他们回去 你也说什么 我说师父 他们就是回去啊 就是说有资格回去啊 他们有时间 那个权限吗 就想现在走就走啊 还是 当然有时间的了 当然有时间 你要杨树过了才能走吧 你杨树不过 能提前走吗 师父 不能 提前走的话是 在人间真的吃大苦了 就是菩萨心疼 会带走的 菩萨心疼的话 有时候突然之间带走了 有的人特别苦 特别苦就带走了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不能跟菩萨说 哎呀 菩萨啊 我什么天天哭啊 求啊 真的菩萨慈悲啊 真的会把他带走的 哎呀 等到 等到他自己 等到他自己 真的 真的已经在 已经在床上了 要走的时候 他又跟菩萨说 菩萨 我不要走啊 所以菩萨就是很苦 菩萨说 你到底要走 不要走 就是夜宫号楼 那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听 to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